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言 马尔谷福音第十六章 第九至十五节 一周的第一天 清早 耶稣复活后 首先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纳 耶稣曾从他身上逐出过七个魔鬼 他去报告那些一向同耶稣在一起的人 那时 他们正在哀嚎哭泣 他们听说耶稣活了 并显现于他 他们却不相信 此后 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乡下去 走路的时候 耶稣见了另一个形状显现给他们 他们就去报告其余的人 但那些人对他们也不相信 最后 当他们十一人作息的时候 耶稣显现给他们 斥责他们的无信和心印 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有死者中复活后 见了他的人 然后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事经小帮手 你是一个容易相信他人所说的话的人吗 还是一个有很多怀疑 非眼见为凭不可的人 假设有人对你说 曾经对你不好的人已经改变了 现在是个又和蔼又温良的人 你会马上相信吗 或是你会说 除非我亲眼看见 我都不肯相信 福音中 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玛利亚 玛达勒纳 和另外两个门徒 都先后告诉他们 耶稣已经复活 且显现给他们 门徒们却仍然不肯相信 非要等到耶稣在他们作息 亲自显现给他们时 他们才相信 耶稣斥责他们无信和心硬 因为他们不愿相信耶稣派来的见证人 试问 今天如果耶稣显现给我们 祂是否也会斥责我们的无信和心硬 我们真的是无信和心硬的吗 其实对很多日常生活上的事 有不少事情 我们不知道或没有看到效果 却也相信了 比方说 对于健康食品 一般人听到别人说吃什么 对身体好 都会愿意尝试 今天 不妨让我们好好和耶稣心对心的交谈 在信仰方面 到底你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耶稣其实都了解我们的困难 只要我们坦诚对祂说 也勇敢寻求答案 耶稣一定会帮我们把信仰活得更真 更深 福音中 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等到门徒们的信德 百分百坚定以后 才派遣他们去宣传福音 祂知道他们的信德 只会随着他们与他人分享 才会成长 我们也是如此 让我们不要害怕 去见证我们所认识的耶稣 请品尝圣言 反思在你与耶稣的经验中 哪些是让你记忆深刻 坚定你信仰的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今天 试着和耶稣建立关系 与祂分享你遇到的挑战和困难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虽然我对信仰不了解 但我想要更认识你 成为你的朋友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积极与耶稣建立关系 让祂坚定我们的信德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